卑职当日口不择言 陛下 袁金夏真的快要哭了 就连路亭和徐靖还有他师父都说 当今陛下自负 想必他说的那几句话 皇帝真能记一辈子 他可真不想死啊 袁补快心直口快 不打紧 皇帝好像真的不在乎 工人送他二人出了殿 走在关道上 袁金夏瞧身后无人便扶着工墙 弯下腰大口喘气 罗头上源源不断地吸汗流出 可想而知他刚才有多害怕 惊吓 陆衣拉了他一把 他知道他一定吓坏了 虽然他心中有很多疑惑 可眼前还是要照顾他 大人 我 我走不了了 袁金夏满面愁容 胡乱用袖子抹了一把汗 撑在工墙上的手也在微微颤抖 太可怕了 他以后若是没有什么一定要进宫的理由 再也不要来了 真的太可怕了 陆一左看右看 竟无一人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打横抱起袁金夏 一步一步出了宫门 袁金夏也不反对 他只想离开这个地方 这姑娘倒是有意思 皇帝自然瞧见了这一幕 轻横一声 是啊 奴才都不曾见过陆钦士这般模样 李方接着皇帝的话说下去 金夏 没事了 已经出宫了 陆一拍拍袁金夏的背 好让这个埋在他胸腾里受惊的小猫 看看外面的景象 没了压抑的气息 袁金夏很快便缓过了神 露出满脸尴尬 还好还好 向上人头还 胳膊腿俱全 袁金夏活动活动脑袋 又活动活动四肢 陆一 感情他刚才那么害怕都是装的 他什么时候演技这么好了 缓过神来他看向陆一 见他有疑惑 有嫌弃 这才乖巧地站到他身边 拉着他的胳膊笑嘻嘻地靠上去 大人 您是不是有很多疑问啊 可是你能不能先别问 我还要去当职呢 有什么事咱们晚上说好不好 袁金夏可没忘了身上的任务 他还要去挣银子呢 陆一 这怕不是到前眼里了吧 你就打算这样去上职 陆一插着腰 上下打量他 袁金夏也意识到有些不妥 便准备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陛下召见 许昌就算再猖狂 也不敢恪扣你今日的俸禄 方才看你在殿上受了不少惊吓 还是回去歇着吧 陆一想不明白 袁金夏心也太大了吧 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其他事 再说了 他现在手上还拿着圣旨呢 当务知己是不是要去袁家宣旨啊 陆一晃了晃手中的圣旨 袁金夏这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 他真的是急糊涂了 那大人与我一道去我家 我要不要将师父和大阳找回来 说何一应该也要回去 袁金夏掰着手指头说还要哪些人 阳阅就不必去了 上官堂主恐怕这几日就要临盆了 他要时刻照顾着 放心吧 这件事会有人告诉他的 还是陆一想得周到 袁金夏很庆幸在这种时刻 有人能陪在他身边提点他 袁金夏先去了医馆 盖书和玲玲早就知道 皇帝会下旨赐婚 陆一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他们了 所以他们脸上并没有多欣喜 杨成万也不反对 毕竟他们二人之间若是没有个好结果 也配不上他们的努力 奉天承运皇帝 赵叶 北镇府司锦衣卫千世路易 庭湖陆世之后 精明行修 钟正连鱼 才得十匹 进而立之年五有七世 元氏之女 行端倚雅 礼教克贤 钟灵玉秀 颇有金国之风 金吉当年代字金归 红喜云吉 谈指影响 二人良缘天作 金夏指赐婚 民本以国心关乎家旺 旺辱二人同心同德 静静与国 务负正义 钦此 按理来说圣旨 应该由专门宣旨的公公来念 可皇帝直接将圣旨给了陆毅 这下他不念都不行 众人谢恩 元金夏想伸手去接圣旨 谁知道陆毅竟然自己收起来了 元金夏一脸猛逼 街坊邻居都在看热闹 他们看到元金夏与锦衣卫一同前来 以为元家遭了什么祸事 虽然平时街坊邻居都爱看热闹 也时常嘲笑元金夏是个野孩子 可是都一起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 大家也都在元大娘那里买豆腐 若是他们孤儿寡母真出了什么事 大家能帮的也会帮忙 如今一听是皇帝下旨赐婚 他们心里也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有些是真心恭喜 有些只是心中泛酸 他们或许希望元家过得好 可难愤好 应该是勉强能有几两岁银虎口即可 若是过得比他们好太多了 有些人心中便不如意了 伯母 林大夫 杨前辈 晚辈会尽快提亲 圣旨以下 他与元金夏之间的矛盾也解决了 目前最重要的便是提亲了 这个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元大娘早就想抱孙子了 如今他家姑娘的婚事有了着落 他最开心不过 元金夏与路易之间的关系 没过多久就传到了许昌尔中 他那时正在喝茶 脑子里还在想着 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将元金夏拐回去嫁给他儿子 乍一听说这个消息 口中的茶稀树喷出 一小股茶顺着喉咙流下去 嗆得他致咳嗽 多番打探 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眼珠一转 刚开始有些害怕 害怕元金夏仗着身份报复他 后来又有了坏主意 立刻修书一封 这封信如今正在刑部上书黄光生手中 他收到了信件 路易这边自然也收到了消息 不过路易并不打算此时出手 他早在听说许昌有意为难元金夏时 就已经着手查过 黄光生便是许昌如此胆大妄为的后盾 黄光生此人 路易盯了许久 查到了一些信息 他自明举 好奎峰 泉州尽将攀湖临张人 原处是赠征侍郎天陵黄泉八世孙 加近八年进士 历任许多高官 又赴多御士 四川巡抚 兵部侍郎总治属处前三行 后分别生户部上书与刑部上书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超高官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